在韩国的一个建筑工地 竟然挖出了孙悟空师徒四人的遗物 这是怎么回事呢 土豪今天就带大家看看 非常无耻的韩国版西游记 西游记归来 很久很久以前 唐僧师徒四人 这个凑合能看出来谁是谁吧 就是这个唐僧长得有点像骗钱的假和尚 还有孙悟空这个走路的 走路姿势看着有点眼熟啊 是不是 突然对面闪出四个妖精 这个我不介绍 大家可能看不出来 这是白骨精牛魔王金角银角大王 这金角银角大王怎么头上连个角都没有 黄四郎脸上有丝吗 好吧 我说怎么你们四个妖怪凑一起干什么 准备组队参加妖队的夏天吗 我以为他们要组团吃唐僧肉 但是他们其实是要抢金书 真是妖精不可怕 就怕妖精有文化啊 这一个厨师不看菜谱看上兵法了 咋了啊 唐僧太油腻吃不下去啊 结果妖精们高估了自己的战斗力 被悟空一行封印了 时光飞逝 时间很快来到了2010年 在韩国的一处施工现场 挖出了一些文物 石刻金书 九环西张 如意金箍棒什么的 你们考古人员天生神力啊 13500斤的如意金箍棒 你就徒手拿起来了 不仅如此还挖出来的头骨 你们是认真的吗 大师兄的分 新闻报道就说 你看东西都在我们这儿挖出来的 西游记是谁的很明显吧 斯米达 你们要不要脸啊 大哥您想想唐僧为什么叫唐僧 难道因为他姓唐吗 人家姓陈 是唐朝来的高僧 所以叫唐僧 高僧也是学史高 不是高丽的僧人 谢谢你啊 还有猪八戒这个九尺钉耙 怎么就剩四个尺了 剩下了五尺 是不是给导演了 然后这些重要的历史文物 就放在博物馆里等待研究 当天晚上四个毛贼 就潜入了博物馆 大哥您放国宝的柜子 就是个抽屉直接拉开啊 连个锁都不舍得上吗 结果葫芦被打破了 之前那四个妖精被放了出来 这要是出来个葫芦娃 就是神座了 四个人 腰扬长而去 你等会儿 你们不是要抢金书吗 金书就放在这儿 你们怎么不拿直接走了 四个妖精凑到一起了 那总得干点大事吧 于是使用妖法 让世界陷入了混乱 这还不够 他们还召唤了一颗邪恶陨石 要撞击地球 一些现代武器 都拿妖怪没有办法 现在只有魔法 才能战胜魔法了 于是韩国科学家 替身而出 从试图四人的遗物中 提取出了DNA 找了四个属性匹配的小孩子 给他们注射了 等会儿 这个唐僧怎么是个女孩子 不仅如此 还是个信耶稣的女孩子 你祈祷的时候 该不会说南无阿门托佛吧 当然 唐僧女性化 不是韩国版的独创 日本版 澳大利亚版西游记 唐僧都有女性形象 这几个小孩子 在注射DNA药物后 瞬间变成了成年人 经过一番刻苦的训练 他们也掌握了神力 苏 苏悟空你干什么了 龟派气功了 导演 你是看了笨本西游记 笨本龙珠吗 训练有素的师徒四人 开始降妖 妖怪不知道哪来的自信 之前四个妖夜期 都没打过师徒四人 现在却都觉得 自己能一为四 打斗是相当没有设计 走的基本都是下三路 而且搞这些也没什么用 最后金角大王 是被猪八剑一枪打死的 哎 时代变了 其他几个妖怪也是白给 只有牛魔王比较聪明 谁给你们单挑啊 我带几个小弟 就看你一根金箍棒能打死几个人 孙悟空这暴脾气 一根金箍棒 上来大力出奇迹 也把金箍棒掰成了两根 我是真服气了 但是毕竟双拳难敌四手 两下就被小怪干趴下了 这时候大家都知道该怎么操作吧 补刀呀 但是小妖纷纷闪开 眼睁睁的看唐僧抱着孙悟空回血 一滴眼泪滴在脸上 孙悟空满血复活 你是干海参啊 让眼泪泡发了又恢复活力了 满血复活之后 孙悟空三两下收拾了小弟 面对牛魔王 孙悟空从容不迫地使出 龟派气功 牛哥呀牛哥 真让我替你感到悲哀 这不光是时代变了 这圆柱都变了 牛魔王死得太远了 妖怪都清除了 但是陨石还是会撞击地球 这怎么办 估计导演也没想好 那要不直接陨石也炸了吧 牛魔王是泡脸子吗 把他点着 咱陨石都炸了 地球的危机就这样解除了 唐僧师徒四人接受领导的表彰 问他们需要什么奖赏 他们说他奖赏就见外了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如果非要奖励 那就给土豪点点赞 点点关注就好了 领导说 好 我立即 话还没说完 陨石竟然复活了 但是金费估计是不够 在做陨石撞地球的特效了 于是陨石附身在科学家的身上 这就便宜多了 紧接着孙悟空在 瘫痪的父亲精神鼓舞下 又一个龟派气功 干掉了科学家 消灭了陨石 拯救了世界 你以为电影结束了 并没有 唐僧和孙悟空 迸发出了爱情的火花 等会儿 他俩不是小孩子吗 What the fuck 试图私人继续肩负起了 维护世界和平的使命 电影 结束了 本片西游记归来 无疑是一部非常烂的西游记 乱编作品 但是我们不禁会想 改编经典的尺度 究竟在什么地方 怎么才算改编 怎么又算乱编呢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本期互动话题 如果从现在的年轻演员中 选一个眼松悟空 你认为谁最合适 想看更多精彩视频 欢迎关注我们的微博和YouTube频道 当然不关注也无所谓